大家好 这一刻我们学习如何使用Angla.js开发Web App 首先我们来看整个课程的体系 我们整个课程分为初级篇、中级篇、高级篇和项目史上 今天我们来简单介绍什么是Angla.js 第一部分我们介绍Angla.js Angla.js是一种构建Web应用的结构化框架 它的整个部分内容有数据绑定、模块、事件、服务器通讯、过滤器 这是简单表达式、指令、控制器、路由、作用域、视图 Angla.js是一种用来开发Web 页面的框架、模板 以及数据绑定和丰富UI的组件 它支持整个开发进程 提供了Web应用的架构 无需进行手动Dome操作 Angla.js很小 它整个文件的本身不超过100KB 目前它主要兼容主油浏览器 IE8已经放弃 与JQuery配合得很好 它是配合JQuery使用 如果项目中自己它有JQuery的话 它就会用项目中的JQuery Angla.js也自带了一种JQuery Lite 所以说这两个它都可以很好的兼容 现在我们来介绍Angla.js的特性和优点 Angla.js的第一个特性就是数据绑定 数据绑定是Angla.js最酷最实用的特性 它能够帮助你避免书写大量的初始代码 从而节约开发时间 一个典型的外博应用可能包含了80%的代码 用来处理兼金和Dome 数据绑定是代码减少 使你可以专注你的应用 传统来说 当Model发生变化 开发人员只需手动处理Dome元素 并且将属性反映到这些变化中 这个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另一方面 Model变化驱动的Model中的元素变化 另一方面Dome元素的变化也会影响到Model 在这个用户交互中更加复杂 因为开发人员需要处理和解析这些互动 然后融合到一个Model中 并且更新View 这也是一个手动复杂的过程 当一个应用非常庞大的时候 将会是一件非常费劲的事情 第二个特性是模板 在Angla GIS中 一个模板就是一个HTML文件 但是HTML文件的内容扣展 包含了很多帮助你映射Model到View的内容 HTML模板将会被浏览器解析到Dome元素中 然后Dome 成为Angla GIS编译器的输入 Angla GIS将会便利Dome模板来生成一些指令 所有的指令负责针对View来设置数据绑定 我们要理解Angla GIS并不是把模板当作Stream来使用 输入Angla GIS是Dome而非Stream 数据绑定是Dome元化变化 不是支付串的连接或者InnerHTML变化 使用Dome输入作为输入 而不是支付串 是Angla GIS区别于其他框架的最大原因 使用Dome允许你扩展指令的词汇 并且可以创建你自己的指令 甚至开发可重用的组件 第三个是MVC的特性 针对客户端应用开发 Angla GIS吸收了传统的MVC基本原则 MVC或者Model ViewControl设计模式 针对不同的人可能意味不同的东西 Angla GIS并不执行传统意义上的MVC 并接近于MVM 它是Model ViewModel 这个MVC的模式在Java或者是ASP HPHP 这些项目中它都会有这种设计模式 依赖注入 依赖注入 是它的第四个特性 极块R 是四件驱动 Angla GIS的特性 它是依赖注入 这是跟极块R 有很大的不同 Angla GIS拥有内建的依赖注入子系统 可以帮助开发人员更容易开发理解和测试 依赖注入允许你请求你的依赖 而不是自己寻找它们 依赖负责找创建并提供给我们需要的东西 第五个指 是指令 是个特性 指令是任何Angla GIS应用中最重要的成分 指令有自定义指令和类置的指令 在项目中 我们需要自己亲手创建一些特别的指令 和自定义指令 指令 自定义指令可以用来创建自定义的标签 它们可以用来装饰元素或者操作多某元 属性 除了自定义指令以外 当然Angla GIS也自带了很多类置的指令 类置的指令是打包在Angla GIS内部的指令 所有类置指令的命令 命名空间 都是使用NG作为前缀 为了防止命名空间冲突 不要在自定义指令前加NG前缀 现在我们介绍第三部分 Angla GIS与JQuery JQuery Knight的区别 他们刚才里面也介绍过 JQuery是视线驱动 然后去操作多某元素 Angla GIS 它的特性 有一个依赖注入 这是很多框架是不具备的 然后它这个依赖注入是它的很大的一个特点 JQuery和Angla GIS 是一起使用 如果项目中 你用了单独的JQuery的文件的话 Angla GIS 会自动去寻找它 并使用它 如果Angla GIS 没有找到JQuery 会用它 类置的JQuery Lite 一个小型的类置的JQuery 并使用它 好 现在我们 简单介绍Angla GIS 可以在哪些项目中使用 我们可以在一些常见的Web 项目中使用 不管使用ASP-Downlight 或者PHP 或者Java 这些语言去开发Web程序 它都是可以的 并且我们可以 使用Angla GIS 配合FoneGap 或者APPFoneMock 这些框架 来使用它 好 最后我们欣赏一个 Angla GIS 做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 网上是有的 大家可以去网上下载 sifconcat 这个程序是Angla GIS Git 这个上面可以下载 我们写Dev 这个功能很帅 这是双向数据绑定 然后去查询的一个数据 可以查到全部的这些内容 好 我们来使用 好 这些我们查到了 我们打一个LG 我们可以只查到一个内容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好 这个我们是在 Node GIS里面去运行它 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我下载的一个项目名称 然后我们使用它的 Node的命令去运行它 端口是8080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在线下的时候 下载这个项目 并试着运行它 这也意味着你开始进入Angla GIS的大门 好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谢谢